實在沒想到 我竟然還是做了這部影片 大家好我是黑子 相信有接觸世紀的朋友應該都對我不陌生 在發過各式世紀帝國影片後 看來還是不得不走到這種類型的影片 畢竟世紀3的受眾群真的太窄了 不論是實況、教學、搞笑影片 沒有對世紀3有基礎了解的人很難跟上話題 也很大可能不會去點開之類的影片 直接進入正題 為何世紀3紅不起來 又或是換句話說 為何世紀3沒有成功 這兩句話的差別在哪呢 因為說紅不起來,蠻怪的 世紀3剛推出的時候確實是蠻紅的 在當時遊戲評價跟銷售成績上都表現不錯 但世紀3相較世紀2 不僅後續推出資料片的評價比不上 也沒能保持著一定的熱度 全校公司投入資金與心理開發 讓人耳目異心的世紀3 卻無法獲得市場意義上的成功呢 1. 深不逢時 世紀3剛推出時,其最低效能是 Windows XP系統 CPU部分則是Intel Code 2雙核 CPU2.2GHz 或AMD速龍64 一樣雙核2.0GHz 記憶體則是要2GB的RAM 顯卡要64MB NVIDIA GeForce 6800 或者是ATI Radeon X13 硬體的部分則需要12GB的容量 但2.0GHz以上的CPU 基本上在2002年才陸續發佈 更不用提獨立顯卡跟記憶體的問題 零零種種加一加 為了滿足最低需求CPU 顯卡跟RAM就要花上三四萬了 選項工作室很大的疏忽了玩家硬體設備問題 雖然在當時能夠做到彈道軌跡、水面倒影、光亮效果與地面足跡 這是相當驚人的遊戲體驗 不過個人電腦上外普及 而且電競與實況產業均會發展起來 玩家們根本不可能為了一個遊戲而組一台中高階電腦 2.ESO平台等極致與帳號申請 為了解決設備上的問題 多數人會直接到網咖 不過對於玩家來說 官方連線平台的帳號申請相當困難 因為官方平台的帳號需要有一套遊戲的金鑰 就是所謂的CDKey才能申請 在當時只有販售實體光碟的情況下 為了能有帳號在線上遊玩而去買遊戲光碟 卻又要花錢上網咖打遊戲 無疑是麻煩重重 微軟這種做法非常明確的減少盜版的影響 沒有帳號的玩家也因此 只能受限重重的使用區域連線方式在網咖遊玩 接著談到等級制 這項新增的機制配合國家的卡牌傳運系統 隨著玩家等級增加能夠獲得更多傳運的卡牌 這個機制是個新贏的想法 這讓每次都是從頭開始的RTS遊戲 有了類似提升等級收集卡牌的過程 在遊戲初期大家都是新玩家時是看不出明顯差距的 反正主要會用的卡片其實就少數那幾張 只要晚上數個月就可以大致集齊這個國家所需要的牌組 但越到遊戲後期這反而成為新玩家退坑的原因 因為往往幾張卡片的差別會影響了勝負 造成玩家熱度只有兩到三個月 3.遊戲介面大改與種族差異 這點必須重複強調 世紀2與世紀3不是同一款遊戲 不少世紀3的玩家都是來自世紀2 但伴隨而來的除了新奇感便是滿滿的不適感 這是為何呢? 相較二代,三代多了更多的不確定因素 像是寶藏,交易戰,傳運卡牌等等 世紀2由於有個固定的架構 即使是有民族性的差異 也僅需微調通用流程即可 但世紀帝國3絕非如此 全校工作室吸收了神話時代的經驗後 在世紀3讓每個國家有著獨特的優勢兵種 建築物再搭配上各自的卡牌系統 透過經驗值累積的傳運 來運送額外支援、軍事單位或開啟特殊科技 讓玩家之間的對戰除了地圖隨機性 更多了許多變因 遊戲的可玩性因此大大提高 同樣一套流程 換一個國家配置就會有極大的差異 甚至你必須學一套專屬於這個國家的開局 你才能夠玩得順手 更不用說不同地圖、國家之間的變化性 又可以衍生出許多打法 如此複雜的變化與國家差異性 在當時是吸引人的元素 體驗感非常新鮮 但隨著時間過去熱潮消退 反而成了阻礙新手的一道卡 4.遊戲團隊解散 後續無新增民族與平衡行動 學校工作室在2001年被微軟正式收購後 2005至2007陸續推出世紀帝國3與兩組資料片 群球爭霸、亞洲王朝 世紀3之後發布新環戰役 並於2009年被微軟解散 工作室的解散導致許多問題 像是沒有新的改動 或民族增加實戰術開發受限 存在已久的BUG無法被修正 外掛作弊的情形越來越嚴重 甚至官方連線平台ESO 因數十年來仍舊是使用十年前的連線協定 所以時常會有充線或是斷線問題 這些問題都有待解決 5. Steam工作坊與世紀3自製模組 相較世紀2在Steam上 工作坊已經有不少模組可供下載 但世紀3仍舊沒有動靜 這主要還是因為微軟的各種限制 不過不少玩家有私下製作模組 如圈內玩家所熟知的拿破崙 三國同盟 野蠻人 與自由之戰 這些模組有著各自新增特色與新增國家 但苦於各種現實層面問題 無法有效底被推廣出去 6.比賽 競技類型遊戲很大成分取決於比賽的頻率與獎金 當沒有持續性的比賽 維持遊戲樂度 或是豐富的獎金來支持選手的生活 遊戲本身便會快速的被世人以往 就算小眾的社群經營多麼努力也難以挽救局面 同樣是世紀系列相關的作品 目前尚屬活躍的《食生世紀2》 不但有一個穩定的平台《Bobely》 另外Spin的存在也讓新人與老手 能重新踏入世紀2的戰場 但遊戲也會隨著時代產生差異 射擊與MOBA類遊戲大幅崛起取代了RTS遊戲 不僅入門門檻降低 具備更好的觀賞性 對於觀眾也更容易理解勝負關鍵 尤其是在英雄聯盟S2 由台灣TPA戰隊拿下冠軍 即使當時還是學生的黑子 沒有接觸到英雄聯盟 卻也能從同學討論中知道 這對台灣未來的電競與實況產業 將產生龐大的影響 回到世紀3 目前只剩歐美ESOC社群 定期舉行有獎金的季賽與週賽 雖然世紀3相較剛上市的時期 人數少了非常多 但仍有數千人在世紀3的戰場奮戰著 如果在當時微軟願意投注心力與經費 並且舉行世紀帝國系列的比賽 想必目前RTS的局面會有很大的不同 感謝各位觀賞本次的影片 有任何想法都歡迎留言跟黑子討論 喜歡這部影片別忘了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分享給你身邊所有的好朋友 我是黑子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